结合USB DAC数位前级与耳机扩大机,这台可说是将各款机种性能涵盖于,一机,不仅最高取样频率获得提升,也同时支援传统类比黑胶唱机,与苹果设备,蓝牙等数位输入等, 每项功能都拥有备受肯定的水准,再透过机体内的大型环形变压器,使其推力十足并享有温润,厚实且极富层次的讲究音质,无论放卧室当桌面音响,还是置于客厅打造立体音场,想必这款的表现都能令各位赞不绝口。 此机种不仅可以当作电脑的外接音效卡,音体机便于携带而得以跟手机或播放器搭配,当作随身的耳机扩大机也没问题。 而且其具有苹果的MF5认证,只要是iOS的设备都可以完美使用。 更棒的是机身外壳经刻书处理,可避免电磁波的干扰,让人用得更加顺心。 至于音质方面除了支援Hi-Res高解析音乐格式于DSD以外,还能自行调整Bass以及EQ设定,随时根据自己喜好加重音乐的节奏。 随着智慧型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,专门为手机设计的超小型USB DAC也越来越多,而本产品便属市场上颇具话题的一款。 其支援OTG功能,一级只要是Android或是PC系统都能随差即用。 且IDEA设想到提升音质之下待机时间也会受到影响的问题,采取0.5W即小功耗而不影响手机的续航时间,得以长时间享受不打折的好声音。 更棒的是整体重量不到时刻,无论携带或使用机毫无负担。 音质表现优异的USB DAC很多,但是能挣脱有线束缚的机型却很少。 这款除了高音质解禁能力优秀以外,还支援蓝牙以及APTX低延迟解码技术。 打破以往人们对于无线讯号虽然方便,但是音质会有所打折或不同步的刻板印象,让使用者在无线的环境下也能进行尽盈于美妙音质的世界。 另外,其可随摆放空间调整为直立或水平放置,再加上磨砂处理的黑银色调,可谓视觉与听觉都能得到绝佳享受。 这台耳机扩大机是以屡质面板搭配木纹侧板打造而成,有着相当复古典雅的外观。 且正面的USB孔支援读取苹果设备串流音乐,连接后透过直接解码其中的音乐资料,轻松时音质大幅提升。 再者,极由搭载的数位噪音隔离器机能,可以让讯号从电脑输入时减少脑人的高频杂音。 除此之外,其针对耳机输出拥有三段增益控制,能够依据耳机的阻抗调整最合适的输出力道,彻底发挥耳机原有的实力,因此让许多发烧有为之著迷。 英国厂牌Cord的高阶产品拥有良好的口碑,旗下最快制人口的产品之一就属这台。 别音体机轻巧就小看了它的解析能力,其可是采用了FPGA晶片处理解码,而能带来其他厂牌无法比拟的声音细节。 此外,最高支援768KHz 32bit,以及DSD等多种音乐档案,并具备数种讯号输入方式与两个输出耳机孔,让使用者可以亲友两人共享美好的聆听体验。 唯独以随身型USB-DSC来说,其价位也与规格一样高端,对于学生族群不免稍嫌高不可攀。 拥有细致外形的ICON-HDP主打音质纯净且能让耳机发挥最大潜能,就算是600欧姆的高度抗耳机也能完美驱动。 此外,其独立电路射击与类比讯号的转换技术均经过特别研发,尽可能减少所有干扰因素并大幅降低噪音产生,能带给听众干净、舒服的音质。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产品支援多种信号输入方式,只要用前方旋钮就能轻松切换信号来源,省去频繁插拔信号线的麻烦。 只可惜未支援DSD技术,否则几乎堪称十全十美了呢。 若荷包的预算有限又想体验DSD技术的高音质,能实现两全其美的机器就是这台。 其具备洗链简洁的界面设计与直觉的设定方式,让就算是入门的新手也能轻松安装。 只要将机器用USB线连接到电脑就能进入高音质的世界咯。 美中不足的地方是这台USB DAC并没有耳机可使用的输出孔,如有此需求便建议选购其他机型比较合适。 雖然家里可能没有空间或是预算添购真正的7.1音响,但是这款Sound Blaster X G5音效卡透过独自开发的模拟技术,可以实现用耳机体验环绕音效的效果,让游戏过程更能身利其境。 不愧是专门设计给游戏玩家的USB DAC。除了音源输出口以外,还附有USB输出孔来连接游戏键盘滑鼠,不但方便,且让配线更加整洁舒适。 只要不在意机体外壳的塑料感有点明显,基本上仍推荐玩家们选购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